大家好,今天是11月16号来到纽约华人社区法拉顺王子街的39-16这个小广场 听说又有一家餐饮店倒掉了 是哪一家呢? 那现在我上楼拍给大家看 你看它这一楼是南墙小龙包,一楼和二楼 然后这个139海星音乐八在整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业 垮掉的那家餐饮店呢,它是在三楼 但是爬楼梯有点麻烦 然后我就走直落电梯上去给大家拍一下 此为客用电梯,禁止载货 按一个上,打开了 它其实是三楼,但它写的是二楼 它把地下这一层算成第一楼 3.16分了,太阳还这么大 今天最高温度是17摄氏度 今天是个暖阳天 你看这新开了一家什么 天牛刀渣渣牛肉 牛肉当天采购,新鲜现切 成都农香麻辣锅底 飞移传承啊,招牌弊点啊 还有什么老潭酸菜锅底,炒本牛骨鲜汤锅底啊 这家是新开的啊 40年老存都味道,飞移老潭 活泡菜啊 还欢迎开放加盟了啊,现在是加盟店啊 你看就在它的隔壁啊,这家好久不见啊 关门了,朋友们 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经常不常来啊 你看 真的是关了 它这门都锁着了,一个大铁锁 对吧 然后它鼓起的关门的那个信息在里面啊 看到没有 好久不见啊,它也是酒发啊 但是它关门的原因,我刚才看到贴在那里面的告示啊 我也拍给大家看了 它是纽约市卫生局给它贴的啊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卫生以精神卫生部啊 环境卫生署啊 正式通知它这个关闭啊 列令关闭 根据卫生专员的命令啊 未经许可操作的健康和精神问题啊 就说反正就说里面有些东西不合格嘛啊 具体怎么回事 咱们也不知道 然后呢,任何人不得违反这个命令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告示啊 不能把它撕掉啊 是卫生署贴的啊 可能它这里和环境卫生有关 我只是猜测啊 看到那个告示 具体的呢 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查询啊 但是大铁锁是真的是锁着了啊 再给大家看一下嘛 再给大家踢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这卖的是什么 龙盘扇丝 安格斯黑椒牛肉粒 新西兰椒香羊排 石锅牛栏麻辣豆腐啊 红烧牛肉面 江湖小虾小龙虾炒面 还有咸蛋黄炒饭啊 菠萝炒饭 看着它还不错啊 我从来没有来过啊 这还有什么 水压羊毒菌 这个滋补 这里锁了出来 这里关了 它的卫生署 它卫生署贴了一个 上面有衣品毛血味 热海干烧金木鲦鱼 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这个也不清楚啊 反正是卫生署 给他贴了一个 列令关停的通知啊 就是他没有得到许可啊 要等他拿到这个 卫生许可了 合格了啊 或者怎么样 整改或者怎么样 才能重新 重新开业 对吧 可能不是生意做不下去了啊 室外大拍档 烧烤炒海鲜 环境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二楼啊 吹吹小风 对不对 这还有个遮阳伞 下雨啊 都不怕啊 户外还有这么多桌子板凳 这个餐厅还是不错的 户外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你看 因为他这个把头嘛 比那家还好摆 对吧 那家因为他在楼梯那嘛 他不可能站在那外面 你看这家他的 不错啊 旁边是个协和门整 这个人家 朝九晚五的 对吧 五点钟就下班了 不错啊 挺好的 拍完那家好久不见的 那个餐厅啊 走到这个 这个是哪里 罗斯福大道 这里有一家 什么好玩吧 加娃娃奶茶炸鸡 你看也关掉了啊 现在这个铺面正在整的招租啊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大家好啊 11月18日下午快四点钟啊 在纽约欢喜法拉顺 免计啊 这个巴士车站 Q65这里啊 有查票的啊 巴士公司的 随机抽查的 就是在这手指带兔啊 如果谁没有买票啊 被抓住了的话啊 罚款100美元啊 100刀啊 因为在纽约 据报纸 官方报道 一半的人不买这个公共汽车的票啊 造成政府的巨大亏空 包括地铁也是 很多人逃票跳闸啊 哇 你看好多人坐公车啊 刚才的那个查票人员 他们就是在那等着 来的巴士一下车 他们就上去查票啊 前面也还有啊 不只是那儿啊 这边也有 拍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里站了一个啊 哇 这么多人坐车啊 现在4点钟 是这个上下班高峰吗 同学多啊 学生比较多啊 我在这儿看一下 他们怎么查票啊 上个礼拜也是有查票的 上个礼拜是很多领导来啊 包括一些警察还有记者啊 在这里现场进入 今天查票的人少一点 算就查票了啊 他也没查 他就是你 这些神科下去以后 上去的神科 每个人都要刷卡 才能刷卡 才能上去 或者投币 他就站在那里 他也不算查票 就是监督你 刷车票 哇 法拉松王子杰这边好热了 这边是卖手工艺品啊 是毛线的边街 这边是 哇 李济酱香饼啊 我妈呀 好多人排队啊 土家风味啊 香脆可可 灰味无穷 多少钱一个啊 一整粘品四分之一 十分之一 你还挂一个 对 对 我送了一个 没有明天我们就 他摊车他出来了 哦 车上他都会是飙 那个车上来小袋吗 小的 没有小袋啊 没有小袋呢 嗯 要不然你就去去去去 那姐你去拿一下 去那个去我店里拿一下 哪里拿 去店里那里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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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拿 哪个人排队啊 你就会问去那里面 现场去做吧 错 你跟他讲 你跟他讲 你说我说的 他四分之一个多少钱啊 啊 四分之一多少钱 四分之一十块钱 十块钱啊 小的呢 叫小的 那我这也可以啊 哦 对 你就在手里头了 那一口嘛 那一口两口都可以 那两口 那两口 可以 过来啊 在罗斯福大道 这边看到一个朝铁啊 云顶世界 美国纽约市车晚晚 云顶佳节音乐会 是礼拜六12月21号 中央公园活动期三楼P6 车晚晚是香港的演员和歌手啊 他这写了门票的价格 普通门票58 贵宾门票是98 嗯 然后下面有这个买票的电话啊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嘉宾杨瑞元啊 这个好像是一个华人歌手 有个法拉斯比较有名的 然后这边还贴着啊 好热闹啊 2024年李中盛北美巡回演唱会 有歌之年啊 他的这个时间大家看一下 12月6号 是周五是多伦多站的哈 票已经卖完了妈呀 12月14号周六是在纽约啊 那12月21号呢 是周六是在拉斯维加斯 这个都太远了哈 那大家如果12月14号在纽约的朋友 想去看的话呢 他这有个网站售票 大家可以截个图 还有订票的电话是718-888-3113 另外一个289-879-4610啊 我都是这个走在街边啊 这随便拍到的啊 不是给大家不是做广告啊 前面是那个纽约美食城嘛 我走着路过 我走着路过